如果官方愿意发包给我,我来处理 我也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这个师傅 有非常多 其中一个官方自己也知道啊 把他师傅去X就好了 你X不了你发业配过来 我帮你X 在上个月我发了一条影片 在说一拳超人师傅 那个时候呢 有一些实况主认为 一拳超人不会有师傅 但这个也不是重点啦 总之呢当时我也说了 我认为这个师傅他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画面是真实的 而且他真的会开放 想不到真的也开放啦 这个累计访问次数 仅供参考就好了 然后这个师傅他有一些累计充值奖励 纵使师傅的累计充值奖励有多好 他毕竟就是师傅 那么什么是师傅今天就不讨论啦 充值奖励最后一环是5万人民币 相当于是台币20多万 这么样的一个操作主要就是要抄短期 圈你的钱 圈完人就会跑了 为什么狂人会这么说呢 下一集我再带来精彩的分析 先来这边看一下充值比例1比20 手冲还双倍 也就是说你第一笔呢充值的1比20就会变成1比40 活动内容同步官方 这一点第二集再说他会不会真的同步 我第二集再说 好了 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前往伺服器 这个奖励就不堪了直接登录 我们创了一个非常文雅的英文名字 英文帐号要送给这个开服的人 当然师傅登进来还是跟以往的一群超人一样 首先你要先看这个动画还是疫苗人 人一老人文超... 最后脑老点 然后杰罗斯的画面会卡了两秒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啦啦啦啦 疯狂的 等级越来越高 好了马上跟大家介绍师傅的厨师页面 他的师傅就在主画面给你一个关注 這邊有一個二維碼,少了之後就可以聯絡到師傅官方的人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師傅黑券是100經費,強者是600鑽石 那麼儲值的部分最大的金額是5000塊錢人民幣相當於是台幣2萬多 這也是第一點你要清楚要抄短線 首先要賣的禮包,最高的就會賣的比較高 不然他不用賣這麼高 第二點,這個畫面,我覺得一拳超人原廠的官方應該要看一下這個版本 以及這個資料庫,到底是你們陸服還是韓服、東南亞服還是日服 哪一個流出去的去驗證一下,這點也不用狂人去說 畫面中你們也看到黑券賣的是100經費 然後紅券是600鑽石 所以黑券比平常貴5倍,那麼紅券比平常貴3倍 黑券貴5倍,如果你除值是划算20倍,你除以5倍 等於只有實際是划算4倍 在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認定這個經營者的良知 我是打上一個問號的 就好像啦,你去一個攤子要買一顆蘋果 他跟你說啊,今天這顆蘋果 我便宜20倍給你 本來一顆20塊,現在1塊就賣你了 但是 本來20塊是蘋果的老闆說的 實際上這顆蘋果原本只有4塊錢 那你聽到只有4塊錢的時候,你還願意花1塊錢去買嗎 所以啊,做人不要貪小便宜,已經講很多了 然後呢,外行人總是看得很好,內行人就是看門道 這一個伺服器 最多就是1年 最短3個月內必定會有狀況 下一集,跟大家好好分析 然後在他的網站呢,你登錄以後 他會送你什麼呢 8888鑽石,2888經費,388萬金幣 以及托羅斯,還有二郎 我們再來看一下遊戲還有什麼呢 當然還有一開始的這個吹雪禮包 不過他只有展示 賣多少錢應該是沒有賣 我們先把角色的等級給他墊上去 等級上去之後,遊戲後面才有其他的系統 才能夠看到更多的畫面 目前是18集,先啟動托羅斯 以及啟動二郎 啟動完了之後,我們再到角色的界面 稍微給他提升一下 這裡把體力給他埋滿 先來領一下獎勵 目前好像才18集,這個進度比較慢 等一下我們先升到35集 然後呢,在遊戲師傅 有些地方還是有延遲的 有一些是出招的動畫 還有包括像是這個英雄怪人 他最後一秒,停頓的時間比較久 大概是這樣子一秒兩秒三秒鐘 好了,我們差不多也可以去商城其他的界面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原本賣360的賣3128 那有些賣3倍貴 有些4倍貴 有些是將近10倍貴 無論他怎麼賣啊 這個遊戲都是過渡期 不要對他有太高的期待 在極限挑戰這邊 由於新手禮包送的都是二郎跟波羅斯 所以大家都是帶上這些角色 這邊領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到另外一個活動見面 看看又有什麼東西 這裡看起來跟原版的也是一樣 這裡也是一樣 這邊等級15級30級還有招募獎勵 還有一個每日報酬 每日儲值送你一般的文字 還有累計在線時長 這個好像比較少見 還有一個主戰力提升到五千 一萬兩萬三萬五萬 送你綠色的裝備 我們這邊隨便開一個綠色的裝備 來看一下什麼東西 這個綠色的優秀擴展卡隨機箱 看完之後 我們再到競技場 看一下競技場的獎勵有沒有變化呢 掰上波羅斯 掰上二郎 好嘞 我們把它跳過吧 我們看看什麼獎勵 還是一樣 鑽石76 最後我們再來抽卡 組織的界面也是一樣 沒有任何變化 我們去抽卡 這邊強者券一張是600鑽石 打8折的話是4800 抽卡的機率跟正幅一樣 師傅沒有比較好抽 一模一樣 然後他採用的卡池呢 也是陸服最新版本的卡池 也就是有二郎 有波羅斯 有King這些角色 所以也間接說明 這個盜竊正幅檔案的時間 這個小偷去偷檔案的時間 當然是最近啦 不是以前啦 好這邊還是打8折 十連抽 4800鑽石 等一下下一次就沒有打折了 也就是十連抽 六千鑽石 我再給你們叮嚀一次啊 不要玩 不要儲值 這是短線遊戲 它是要詐騙 聽我的 不會錯 下一集我跟你分析 它的遊戲 網站 怎麼樣去建制的 它建制的目的是什麼 它為什麼一式詐騙 還有它遊戲登陸伺服器最終的機房 又放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官方應該是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啊 這個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在師伏抽卡 機率跟其他的伺服器都一樣 它並沒有比較好抽 沒有因為它是師伏就給你比較好抽出角色 沒有 我們馬上也獲得了第一支SSR 隔溜岡徐璞 接下來來看一下遊戲 角色這邊有一個設置的系統 聯繫客服 在陸伏的版本有這樣的一個畫面 不過它這個畫面並不能正常使用 它主要還是以它的網站為主 最後我們也希望官方趕緊把這個東西給它消滅掉啊 這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啊 你們團隊這麼多工程師啊 加油 看完今天影片 你有什麼感想也歡迎你們留言 覺得這個東西怎麼樣也歡迎你留言 如果官方願意發包給我 我來處理 我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這個師伏 有非常多 其中一個官方自己也知道啊 把它伺服器就好啦 你不料你發業配過來 我幫你不然趕緊派人啊 從機房下手啊 好啦 那祝福官方順利 我可以在哪裡 我可以在哪裡 我你不小心